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8日 今天的一个重要新闻就是 布林肯 星期三也就7月28号在新德里在印度 会见了流亡印度的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 这什么意思 这说明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两套方案 一条方案是 谢尔曼到天津访 提出这个追责索费的问题 如果中共不开放实验室 态度还是继续强硬 甚至狡猾抵赖 甚至非常满横的话 那下一步就是另一个方向的发展了 整个形势 所以 布林肯马上大动作 激怒北京 今天美国之音做了报道 路透社也做了报道 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 一个发言人的话说 布林肯是在新德里 与西藏流亡政府 及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 宗群欧珠 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 那么路透社报道这些新闻指出 布林肯这个举动有可能激怒北京 我认为他就故意激怒北京的 因为美国不怕 美国追责所谓 冷战热战一起来 那么 在向北京的外交官提出 置评的要求以后 并没立刻收到回应了 北京现在所有的事 都是习近平一个大脑 不管是王毅还是杨洁篪 还是外交部还是其他部门 都听习近平一个人的 所以他不可能马上回应 因为大脑喇嘛这个事情是极度敏感的 所以他肯定要汇报给 习近平 习近平说不定现在在睡觉了 是不是 他还要等一等 过一会才能有出反应 那么这篇文章 文章讲 西藏流亡政府 今年新当选的这个司政 是曾经担任过流亡政府 议会的 议长叫 变霸刺人 变霸刺人 而前任的司长 洛桑 森格 去年10月份 曾应邀访问美国 并做客 白宫 也就是去年年底 美国国会通过了的 《西藏政策与知识法》 强调藏人有权选择 达来喇嘛的接班人 同时 只是美国国务院在拉撒 设立美国领事处 领事馆 这个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一个是台湾问题 一个是西藏问题 这对中共来讲 那是 动了他的这个 可以这样讲的软肋的 那布林肯与 中求欧洲的会晤 被看成什么呢 自2016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白宫会晤 达了喇嘛以来 美国政府 与藏人 行政中央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接触 那布林肯星期三在新州里 除了会晤这个达来喇嘛代表之外呢 还要与多位印度政府高层官员级举行会晤 在会晤印度总理莫迪之前 布林肯先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举行闭门会晤 我上次节目当时讲到了美国是要搞这个多方位的啊 南海台海 这个朝鲜半岛 中印边境都是大动作 搞不好是代理人战争的有可能好几个代理人 所以这是一个绝对是这个拜登 运筹帷幄的一个大动作 系列性的动作 那么 这篇文章讲说是这个他举行地面会议 就私下里有些交易 下来如果你在边境上和他开战以后怎么办 因为印度和中国 和中共是旧和你薪仇 60年代 被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打败了 一肚子火 去年在万河谷 双方发生肉锅战 各有胜负 但是他现在冷战就感到 就别去 所以现在这个事 是火一点就着 尤其是 严厉梦的接受印度媒体的采访者正在谈 病毒来自于中共 匹斯时代时 这是火上交友 所以呢 布林肯然后 和印度外交部的苏杰胜 还要进行会谈 你看这个都事先规划好了 随着 布林肯抵达印度之前他的副手 谢尔曼 大家知道刚刚在天津 会有中国外长王仪和 副外长谢峰啊 中国是打了嘴炮 嘴炮没有用啊 你要看这个世界行动 美国是 画了一个大的包围圈啊 展开了一个大的无底洞啊 中共已经跳进来了啊 喊着口号 骂着人 过着嘴瘾掉进来了啊 但是双方除了互相 只剩外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 这个成果 所以布林肯印度方面的会谈 还会涉及到什么呢 疫苗的 这个生产问题啊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 还有印度存在的人权问题 这是几个敏感问题啊 疫苗生产 因为中国出了盾嘛 现在疫苗是 毛 中国出了毛啊 疫苗是盾 那么阿富汗呢 大家知道美军撤进 美国撤军了 塔利班全土从来啊 那么还有印度存在的人权问题 这是批评印度 但是我认为 对于这个布林肯来讲 都是 浮光掠影的不重要啊 印度的反对党指责 莫迪的政府打压一击 并引了歧视穆斯林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来笼络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基本派 也就印度也存在了 缺乏人权的问题 美国要表态 那布林肯星期三在新德里的旅馆当中 对 民权领袖发表演说中说 美国印度的关系啊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算命关系之一啊 你想印度是大国 人口很多 中国的优势不就是人海战术吗 印度不怕 中国的优势不是核武吗 印度也有 是不是啊 中国的劣势是什么 你在高原地带啊 你要战争 你不如人家 印度的士兵啊 何况还有大利喇嘛的 支持者 是吧 都可以参与 那么这篇文章讲 印度人民和美国人民信 信奉人的尊严和机会平等法治 包括宗教和信仰 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 这也是我们这样民主政体的根本信条 就是美国和印度 所以能齐心合力啊 心心相应 就是因为他们共同理价值观啊 政治制度是对接的 和中共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布林根讲 当然我们两国的民主都在完善当中 作为朋友 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就是 尽管美国批评了印度缺乏人权的问题 但是印度不恼火 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改进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两党啊 也是多党合作呀 这是很好的啊 那么路透社引述印度外交部的消息来别说 印度 为其多元的传统感到自豪 也乐于布林肯讨论这个话题 你看人家多么 歌曲多么宽 不像 习近平啊 如果谢尔万一谈到人权 谈到香港 谈到西藏新疆 立刻翻脸啊 这说明什么专制 和民主制度不能对接 而美国和印度能对接啊 这正是 将来下一步 联合抗衡 中共的一个基础啊 那么这边文章讲 布林肯星期二夜间 抵达了新德里啊 星期三会晤印度高级观音之后 当天就将离开印度前往科威特 是下一站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 这是第2小单 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